哈馬斯3號人物喪生 以棍齋戒月前 攻擊拉法一座大樓 浩土牙大反轉 中有翼在野黨贏大選 烏克蘭圍城記錄片 勇奪奧斯卡 山東出現假銀行 開啟派出所旁邊 存款有入無出 南美航空波音客機驚運 半空急墜50人受傷 南美航空波音客機驚運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黃蓉 今天是3月12日星期二 下面是詳細內容 加沙齋戒月停火六個星期協議 到現在都沒有實質進展 以色列和哈馬斯在加沙的戰鬥 仍然激烈進行 伊斯蘭教傳統的齋戒月 今年3月11日開始 星期六 以色列對拉法斯一座最高的大樓 發動了攻擊 另外有消息指 哈馬斯3號人物 馬爾曼伊薩 被以色列國防軍在加沙的空襲中殲滅 據以色列作戰室消息 除了哈馬斯少數幾個領導人 如德伊夫、辛雅爾和他的兄弟之外 對以色列國防軍來說 伊薩是以色列在加沙的重要目標 所以清除伊薩是以色列國防軍的一項重大戰果 而《以色列時報》就報導 以色列軍方最近在加沙中部的一次空襲中 試圖暗殺哈馬斯軍事部門副負責人伊薩 伊薩躲在魯塞拉特營地 星期六至星期日晚 以色列軍隊對居信他所在的一棟建築物進行了空襲 五名巴勒斯坦人在襲擊中喪生 但還未清楚伊薩是否在其中 據報導哈馬斯仍然緊張檢查 確認伊薩是否在襲擊中喪生 在過去的星期日 加沙中部的乙軍部隊 在近距離的遭遇戰 用追擊火力和空襲 打死了大約15名恐怖分子 部隊在該地區一個哈馬斯軍事駐地 發現了一個攜帶海儀武器的恐怖小組 在確定恐怖分子的身份之後 以色列軍方飛機馬上進行攻擊 另一個在該地區偵測以軍部隊的恐怖小組 也被消滅 在加沙南部的哈馬德地區 以色列國防軍特種部隊 對用於恐怖活動的幾處住宅 進行了有針對性的突擊 逮捕了哈馬斯特工人員 並找到武器、彈藥和其他軍事裝備 在一次的行動中 有人向部隊發射了一枚反彈黑導彈 不過沒有人員傷亡報告 之後沒多久 以色列國防軍部隊 發現一名恐怖分子 在發射導彈的地區活動 在對該恐怖分子進行精準監控之後 在一次近距離的遭遇戰將它擊敗 在漢尤尼斯的卡拉拉 以色列國防軍地面和空中部隊 使用追擊火力和彈黑 襲擊了該地區的恐怖分子 在加沙北部行動的 以色列海軍部隊 指揮一架直升機 襲擊了該地區恐怖組織使用的一艘船 哈馬斯卡桑女發言人 阿布貝奧達在星期五的一次演講中 還呼籲 在齋戒月期間 升級對以色列類似10月7日的大屠殺襲擊 因此有評論說 以色列繼續戰爭 直至消滅哈馬斯的決定是正確的 而在穆斯林齋戒月的前一天 以色列軍隊攻擊了加沙南方重鎮 拉法市的一座最高大樓 以色列提前30分鐘警告大樓裡的居民要離開 他們將會對這座建築物發動攻擊 因為大樓已經被哈馬斯用來攻擊以色列軍人 當地人啊 這座大樓距離埃及邊境 大約500米 裡面住了幾十個家庭 大約300名居民 當晚接到以色列的警告之後 大樓裡面的居民 慌忙逃走 以色列攻擊這座拉法最高的大樓 被認為是對哈馬斯的施壓 之前以色列曾經宣布 如果在齋戒月來到之前 未能達成臨時停火協議 以色列軍隊將會對拉法地區哈馬斯殘存的幾個營地 發動全面進攻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政府堅稱 在哈馬斯被徹底摧毀之前 戰鬥不會結束 那需要將軍事行動擴大到拉法 他們也拒絕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在管理戰後加沙方面發揮作用 他們對拜登表示 大多數以色列人支持他的政策 即使目前有分歧 但是拜登政府和他的成員仍然認為 以色列有權抵禦哈馬斯 並不支持在恐怖組織 被推翻和所有人質獲釋之前 領九停火 內塔尼亞湖也表示 他得到阿拉伯國家的默默支持 這些國家 將伊朗支持的 巴勒斯坦恐怖組織視為威脅 不過他卻沒有透露任何名字 他說他們理解這一點 甚至默默同意 他們知道哈馬斯 是恐怖軸心的一部分 葡萄牙中右翼的民主聯盟 在3月10日舉行的國會選舉中 以赦微優勢 領先偏左的執政黨社會黨 有分析認為 這是大勢所趨 由於未能獲得絕對多數 民主聯盟可能將會與極右翼陣營 進行艱難的協商 葡萄牙反對黨中右翼民主聯盟的領導人 蒙特內格羅在與執政黨社會黨激烈各族後 宣布贏得該國提前大選的勝利 社會黨黨魁桑托斯也承認落敗 葡萄牙民主聯盟與其保守派盟友 總共贏得至少79個席位 領先社會黨的77個席位 在擁有230個席位的國會當中 極右翼民主主義政黨 Sugo的席位增加了4倍多 至少有48名議員 這令右派整體獲得多數席位 蒙特內格萊在當地時間3月11日凌晨 對一群欣喜若狂的支持者說 葡萄牙民主聯盟贏得了選舉 他強調新議會當中的政黨 必須負責任敢行事 順應葡萄牙人民的意願 葡萄牙總統德索薩 需要正式邀請葡萄牙民主聯盟領導人 組建政府 蒙特內格羅表示 他期待這一天的倒臨 社會黨總理科斯塔 因貪污調查 在去年11月辭職 之後社會黨在大多數民意調查中 一直落後於民主聯盟 民主聯盟支持者認為 在社會黨執政8年之後 國家的形勢很差 很多年輕人寧願離開國家 尋求更好的機會 他希望下一屆政府 能夠在醫療保健 和高等教育方面進行改革 葡萄牙是西歐最窮的國家 一場選戰的主要議題包括 包括嚴重的住屋危機 低收入 醫療保健下滑和腐敗 很多人認為 這些問題在主流政黨普遍存在 有分析認為 葡萄牙和阿根廷 都是在差不多時間 陷入社會主義危機 應該是時候要擺脫 俄羅斯全面侵略烏克蘭持續超過兩年 烏克蘭紀錄片《馬里烏波爾的20天》 又譯造戰場日記 在11日擁奪第96屆奧斯卡金像獎 最佳紀錄片 導演柴洛夫直言 寧願以不得獎 換取國家無戰事 據路透社報導 《馬里烏波爾的20天》 記載了俄軍全面入侵 並圍攻烏克蘭 《馬里烏波爾的情形》 導演柴洛夫獲獎後致遲表示 這是烏克蘭史上第一座《奧斯卡》 我感到非常榮幸 隨即轉移話題指出 但我可能是哪個舞台上 第一個希望未曾製作出這部電影的導演 我想要用這個獎項換取俄羅斯 從來未侵略我的國家烏克蘭 從來未佔領我們的城市 柴洛夫敢罵 但是我不能改變歷史 我不能改變過去 他是受僱於美聯社的攝影記者 2022年2月 在俄羅斯對烏克蘭全面開戰初期 和一般記者受困於俄軍圍城下的 馬里烏波爾 並且記錄低受困20天內的戰爭慘況 據人權組織人權觀察統計 至少8,000人死於馬里烏波爾為成戰 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期間 最慘烈的戰役之一 柴洛夫接受訪問的時候強調 這是一個人道危機 也是一件關於給予無辜受到攻擊和殺害平民支援的事 我們的工作不是試圖說服誰的什麼 而是盡可能提供最廣發 最完整的語境和資訊 所有人都應該確保真相 得以正確查明 他以這部紀錄片來紀念馬里烏波爾的人民 永遠不會被遺忘 大家都聽過假煙假酒 那有沒有聽過假銀行呢 而且還是開啟派出所旁邊的假銀行 日前 山東某男子戚資4,000 成功做了建設銀行的行長 在網上被曝光 據X帳號海外爆料的文章說 山東男子張某 只是斥資人民幣4,000 就做了建設銀行的行長 這間假銀行開業的時候 竟然沒有人發現 據爆料 他當初會想到開假銀行 是因為原本的生意失敗 走到銀行借錢 但是就被銀行拒絕 後來他看仲村裡 街市旁邊的當舖 就叫幾個工人來建假銀行 最諷刺的是 這間假銀行 還開在派出所旁邊 張某給女兒做銀行服務員 另外還招聘了兩個女村民 她們正式入職之前 還需要給介紹費人民幣1萬元給張某 因為銀行服務態度好 有贈品 只要村民存錢 銀行就會贈送糧油 假建設銀行開業不足一個星期 張某就賺到盤滿半滿 不過該銀行是假銀行的真相 很快就被拆穿 村裡的首富在銀行存了人民幣4萬元 到想拿的時候 竟然發現拿不到 於是該首富就到其他銀行去拿 才知道銀行卡沒錢 於是就立即報案 問題是 為什麼假銀行明明開在派出所旁邊 竟然能夠開到一段時間才被發現的呢 原來將某張村民存的錢 也用來裝修這家銀行 讓她看上去內部裝修 和一般銀行沒什麼區別 壓了不少人 就連警察都在裡面存錢 網友說 這件事好中國 還有開假派出所的 罰款賺錢 到處都是假 就連央視假新聞 也不少了 南美航空集團 NATUM-1的由澳洲式尼 飛往紐西蘭最大城市奧克蘭的班機 3月11日在空中遇到技術問題 機身突然強烈搖晃 導致大約50人受傷 12人送院治療 法申社報導 南美航空集團編號LA800班機 在塔斯曼海上空遇到技術性問題 據說至少一人傷勢嚴重 機上乘客 口震震地告訴當地媒體 當時飛機突然靜止 然後在半空中急劇下墜 未艦好安全帶的乘客 被拋上天花板 乘客說 有些乘客傷勢不輕 大家都嚇壞 總部撤在智利的南美航空集團發言人表示 飛行途中遇到技術問題 導致機身劇烈搖晃 南美航空集團表示 這架班機的機型是波音787夢幻客機 這架航班已按預定時間降落奧克蘭機場 目前還未清楚造成這次意外的原因 紐西蘭聖約翰救護機構 在飛機降落奧克蘭的同時 也通知緊急救護人員機上的情況 有超過12部救護車 和其他醫療車輛 趕到現場 針對傷者進行緊急處理 救護人員評估 並且治療大約50名傷者 其中一人情況嚴重 其餘傷勢由中等至輕微不一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